佐治亞電力公司的用戶 每月電費可能會增加9元 以支付Vogo合電站的建設成本 據悉Vogo合電站的3號機組和4號機組 是近年來新建造的核反應堆 每一個核反應堆都可為50萬戶家庭和企業供電 且零碳排放量 但即使有政府和機構的幫助 因為核反應堆的成本始終高於其他替代能源 Vogo合電站的建造成本居高不下 目前核反應堆的建造總費用約為350億元 其中3號機組和4號機組建設費用約102億元 佐治亞電力公司表示 用電用戶或將承擔建設費用中的75.6億元 這個亦意味著每家用戶每月增長8.95元的電費 增加的費用將從大概明年3月30日開始計算 即是4號機組投入商業運營的時間 至今年7月3號機組投入商用以來 每家每月電費帳單上漲了5元 在3個月前為了支付更高的燃料成本 電費已上漲了16元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